李女士笑了 显然她已经领会到了 廖西玉的生活智慧 看样子 密室进行得很顺利 在两位老师不遗余力的劝导下 夫妻二人的脸上都一扫之前的阴云 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那么走出密室后 他们会以一个怎样的姿态 来面对彼此呢 让我们一起再来重新认识一些他们吧 密室现在已经结束了 回到场上以后 我们先看一下两位当事人 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和决定 老婆 这边也是温暖的 代表了我的心 你这边辛苦了 姨儿不要骂人 辛苦了 爱你 你别骂你 我以后我也不会跟你这样增长了 脾气稍微改一点 不错 改进去 节目最后送上苏萨生榨椰枝 希望这份自然新鲜的好礼 能够与你的挚爱一起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老师你们辛苦了 大家会辛苦了 相伴四十年来的第一次拥抱 第一句我爱你 让整场都剑拔弩张的李女士 露出了少女般的娇羞 调解在一片温馨中结束了 而老两口新的生活 这才刚刚开个头 以后怎么过 两人都需要慢慢的做出改变 就在调解完的几天后 李女士向编导发来信息 她说丈夫正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李女士 今后能够多一些柔情 人到暮年夫妻相伴 那份自得和快乐是宝贵的 能陪着一路走到现在的人不容易 所以请珍惜这份不容易